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有一种好大的佛像 这张图片 我想往后还有几天 非常辽阔壮观的 有一些景观 我要感谢 是我们满地可佛光山淮言社的当家 如中法师 他转记了同样 跟如中法师一样都是来自印度 拉达克的我们另外一位法师 现在服务在应该是 好像是南台别院吧 在台湾南部 南台别院的有亲法师 那有亲法师的家乡 我稍微跟如中法师做了了解 是比如中法师还要更往山里头去 就是要经过哪一座山呢 叫做喜马拉雅山 然后还要在更里面 我就问说 有火车到吗 是用什么交通工具 我是完全没有概念 那如中法师说 有巴士 但是很少 所以大部分他们都会 有安排 就是小车子 然后再接近 这个家乡 所以印度 这个北边的这个拉达克 是如果我说 有一部电影叫做 Three Idiots 有的翻译叫三个傻瓜 很有名的一部 我很喜欢的一部 印度的电影 是谈教育的 教育的一些 这个下一代教育的问题 那么就是有拍到最后 电影最后的时候 到达拉达克 就印度拉达克 然后在这个一片雪山 然后前面有一片很 你形容不出来的 你就是到那里 一片湖水 这个不晓得怎么形容了 我后来从如中法师来知道 那个是真实 不是搭布景 因为它太美 美到太完美 我以为是搭景 以为是假的 结果是真的 他说那是 他们家乡的圣壶 神圣的 有圣灵的这个壶 就是他们敬重这个圣壶 是不会 他们去感谢去祈求 但他们不会把手 放进这个湖水里头 怕把它弄脏了 所以是这样子的 看待这一片圣壶 他说好可惜 因为电影拍了之后 就很多人 要去找这地方在哪里 然后找了去 在那里游泳玩水 吃东西把垃圾丢在那里 他们心好痛好痛 到最后 好像说当地政府 最后看不下去了 才出面自治 好像是有改善 但我觉得 不知道 我觉得面对大自然 我们必须是很谦卑的 这个是我看到 就是有亲法师拍摄的照片 他只是用手机拍摄 回家的路上 就这么拍下来的 往后几天 我希望 因为我刚刚收到 所以就马上想要跟 我们早安佛观的观众菩萨们分享 那我只是觉得 从我们人对大自然的 这种 对大环境 大自然 对这个 怎么讲 整个 整个虚空界的 这一份敬重的心 对所有的生命 敬重的心 其实真的是 是需要去 有些人他是 都与生都带着 但有些人 他需要被唤醒 才记得 不是唯我独尊 也不是任意妄为 我们必须懂得尊重 大自然 尊重 这个大的生命题 好了 这个是因为我看到图片 太高兴了 赶快跟大家分享 现在还是 接着要回答 昨天没有回答完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 是说 他很欢喜参加了 在线的 供佛摘天法会 然后他就问 这观众菩萨问 请问 如果可以跨道场 通过网络的方式 举办法会 是否有可能举办水陆法会 以及在线船舰呢 我必须讲 其实今年因为是疫情的关系 我们在台湾的总本山 每年都会举办水陆法会 其实今年就是 有这个 有一些相别 佛饰 确实是在线 在网络上播放的 当然他不会一直播放 他一定有一个时间 还在法会之中 那么 就是说 其实是有这样安排 那可能您没有注意到 我建议大家 你一定要 叫做订阅 我们总本山 或者说您是 应该要 每天都要上去 佛光山 总本山的 这个叫 就佛光山 全球资讯网 当然我们可以做这个连结 你可以看到 佛光山所有的资讯 都在上头 那原则上举办水陆法会的日期 都会是在 11月下旬 还有12月上旬 会有两T次 因为参加的人多 那今年虽然是在网络上 但是一样分两T次 好 至于说传界呢 其实我们也请示过总本山 也是说 希望可以满大家的愿 但皈依跟传界 是对我们的准备来讲 就是佛光山准备没有问题 但是对于各位在家里头 你要怎么样拿到一件 这个受戒的慢衣 这一些 那每一个国家的接触 有一些是可以去领取 四川都可以 但有一些地区呢 是还在居家令 不可以接触的状态下 所以我想本山还是会观察 到什么时候 疫情是比较许可的时候 才会有这样的安排吧 所以目前还没有安排 但我想要皈依 那你就是 就是说你决定 我的信仰是佛教了 我是佛教徒 我是佛弟子 我要学佛了 你可以参加线上的 皈依三宝典礼 我们会在3月30号 就要举行 所以各位现在 还是要尽快 就是登记要皈依 那么尤其是 如果你是佛光会员 而你还没有皈依三宝 你也要把握这一次 赶快登记 那么后面好像 还有人问问题 我等一下说 我先把这个问题先回复了 因为你问的是船界 那你居家的这个环境 跟船界它比 皈依典礼的这个时间 需求 要求都要更高 所以我想如果要安排 不是不行 但是应该还要 更是从长计议 我就这样回答 我们这位观众菩萨的问题 然后接下来就是有人问 皈依典礼是皈依了哪位师傅呢 不太清楚细节和流程 希望法师回答 我们在佛光山 皈依的师傅呢 跟其他道场不太一样 我知道其他道场呢 就是佛光山以外的道场 他们一个寺院 有一个师傅 然后有师叔啊 师伯啊 大师傅 小师傅 二师傅 他有分很多的 这些 但在佛光山没有 就是说 我们全部都是医指 我们的师傅上人 星云大师 出家弟子是这样 一直就是 都是跟随师傅 星云大师学习 那么 我们所有的弟子们 出家弟子们 也都是属于 就是 如果大师是 灵济中法迈的 第48代传人 那我们这一辈呢 就全部都是第49代 那如果再说 佛光山的弟子们 全部 不管是我们的长老 或者新出家等等 我们都是 同属第二代的 这个佛光子弟 第二代 这样子 所以皈依的师傅 就只有一位 就是星云大师 那以再家弟子来说 皈依的 还是只有一位师傅 就是星云大师 所以我才会觉得说 大师今年95岁 大师还是那么慈悲 同意 好 即便在网络上 都要帮大家传皈依 所以我想 就是说 我回答这问题说 皈依哪位师傅呢 那你要知道 就是皈依 星云大师 那后面这个问题呢 他就是 问到 我看看 他说 是不是 这个 这次线上 在台湾皈依 是不是跟 上次我回答说 今年度在 参加这个 线上的 皈依典礼 皈依的 这个法明 在家中 也有皈依法明 每一年的 自备不同 那今年是 这个比如真罗佛 比 或者念 比 比 或者比 就一个田 一个比 这比之辈 比如真罗佛的比 那么 他说 是不是在台湾皈依 都是这个自备吗 在佛光项皈依呢 一年 就是同一个自备 所以各位 可以听得出来 我们同样 在家出家 我们的师父 共同 都是 星云大师 也就是说 其实 各位 在家 菩萨们 跟我们出家中 其实是同一辈 我们的关系 其实讲 真的是同门 同参 同学 就是同门 是兄弟的意思 一样是兄弟 只是出家 在家 那当然 在家弟子 应当礼尽三宝 所以就会对 出家的法师们 要 就是比较 恭敬一点 但如果讲 我们的师父 是同一个人 那其实 我们是同一辈的 好 这个是 回答这个问题 另外呢 有一位 问我说 他说 我今天在讲堂的网站 有浏览到云端点灯 很惊喜 开心 许了愿 请问师父 是否要回讲堂 缴功德经 因为我不知道 您讲的讲堂 是指哪里 我们在全世界都有 然后我们全是 就是说我们的观众菩萨 也来自全世界 所以 第一我不了解 您说的这个 在讲堂 在网 网路上的点灯吧 所以如果说 因为有两种情况 一种 就如同我们在 总本山今年 为了疫情 不方便 有些人不能回来 点灯 或者做功德 所以就开发了一个 在线上的 这个点灯 许愿的一个 这个program 给大家可以 这个很欢喜的 可以埋怨 那像这样子 那么你 你就是很欢喜 你每天要去点灯 要去发愿都可以 他没有规定 你一定要 说我要 佼佼功德款 还是怎么样 当然 这个在最 你如果 进去看到 最后面 他如果 你要随喜供养 这个缘 或者是供佛 都可以 他那个是没有规定的 你自己去 就是我很欢喜 我想要供养 他有一个donation的 一个功能在里头 你随喜就好 没有一定要 但如果你 你进去这个 网站是 寺院的功德登记 你说我要登记 2021年的光明灯 我在网 你说网上 有云端点灯 如果那个是在 道场 殿堂里头 要供的灯 你参加 那个功德项目 他每一个道场的 这个定的额度 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最好是 回到那个网站 你直接 在网站里头留言 请教当地的 道场 那这样会比较清楚 因为 一种是没有规定 但你要随喜 也很欢迎 但另外一种 它是年度固定 是点灯 然后它有一个固定的 这个功德经 那就是要 所以我就不清楚 我就这样子答复您 同样这个问题 我记得有一个观众 他问说 他报名那个人间 北美人间学院 这个佛学课程 他问 是需要缴纳金额吗 你听课是不用的 但是同样的 他说如果你说 哎呀我都 在疫情期间 又不能回道场 那道场也不晓得 情况如何 我希望可以借助 我都在听课了 那我也供养一些 那个里面有给你去 donation的一个栏目 你点进去 那个金额 其实是回到 你各自的道场 就是说你是属于 哪一个道场的 那你的这个供养 其实就是赞助了 当地那个道场的 红法的一个经费 所以是随喜的 没有规定说 听课要费用 没有收费 好那今天就 因为还有几个问题 还在排队着 我想还是继续保留 可能要到下周去了 那么就今天先到这里了 祝福大家 奥弥陀佛 请不吝点赞助